有一种男人聊天时总不主动 那是因为太爱你了 说我爱了又能怎样 他还是不喜欢我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因为他喜不喜欢我 我都能感觉到啊 每次聊天都是我在找话题 他很少主动找我聊天的 我们俩的聊天没有一点暧昧气息 你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男孩 他那么不主动 也不会再找话题 嘴笨话少的 让你以为他一点也不喜欢你 遇到小峰之前呢 小乐以为呢自己会被结婚 然后随便找个人嫁了 刚开始的时候 他高冷的不行 一点都不见谈 很多时候呢都是小乐在找话题 男生被动自如多了 女生会不理解为 这个男生对自己没有意思 所以小乐呢也变得不主动起来 奔着敌不动我不动的原则 不知道他那段时间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一直在等他主动 等来的却是失望 朋友劝我说 这下子你该死心了吧 男生喜欢一个人 怎么会舍得让你等呢 是啊 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怎么舍得让他等 可是什么事情都有例外 世上呢还有这样一种人 他们总是慢腾腾的 不敢主动 因为自卑 觉得自己配不上美好的他 不想放手 因为害怕永远失去他 他们就这样矛盾着 纠结着 到最后可能失去了他 小风呢就是这样的人 后来听共同的朋友说 他一直单身 我还幻想着 他是否还记得我 是不是在等我 当然我以为这些 只是我自作多情 毕竟曾经上他 那么深的人是我 小风说 以前哥们的小风 你其实挺喜欢 人家姑娘的吧 为什么不去追呢 是的 以前的自己 为什么不去追呢 还不是被自己的 自尊给拖累了 小风家里很穷 是那种真正的穷 全家省吃点用 供养出了他一个大学生 小风怕自己 给不了他好的生活 不想让他 跟着自己吃苦 所以忍着自己 对他的喜欢 不敢主动 怕抑制不住 对他的喜欢 因为自己已不是 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了 不敢经意 对一个女孩说喜欢他 怕给不了他想要的 小风说 刚断了联系那会儿 自己难受都不行 每次凌晨 从梦里醒来呢 梦见自己 他在找自己说再见 更可怕的是 梦醒以后发现了 真的是再也不见 微信被拉黑了 那一刻 他知道他的世界以后 再也不会有他的陪伴了 后悔没让他知道 自己对他的喜欢 他喜欢你 全世界都不知道 默默地看你每一条说说 每一条微博 每一条朋友圈 就算有你的联系方式 也不敢找你聊天 因为怕你不再愿意理他 也怕打扰你 新年的时候 本来想了很多话 想对你说 可到了最后 只发了一句新年快乐 由于自己的被动 错过了那么美好的他 他想用尽所有勇气 向你表白 因为你没有体会到 他对你的感情 不知道时间 还有多少这种嘴笨的男人 如果你曾被他们的 被动伤害过 不妨试着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也许呢 还在你不知道的某一个时间 偷偷地爱着你 我希望你能够 感谢观看